我有一个用了八年的苹果笔记本 MacBook Pro 昨天晚上让我给卖了 卖了1197块钱 是回收的 我之前发过咸鱼 但是没卖出去 具体怎么卖的 和各位分享一下 如果你以后也会遇到这种情况 可以参考我的这个视频 我这个笔记本是2013年末的款 我是在2014年1月份购买的 苹果官网 花了1万块钱 享受的是教育优惠买的 我在2021年 去年双十一的时候 买了一个MacBook Air M1版本的 在买了新电脑之后 我就把这个旧电脑挂了出去 当时挂的是2000在先鱼 在当时有几个人问 价格给到156 但是我没卖 因为我要导数据 12月底的时候 数据导完了 可以卖了 我把价格降到了156 但是卖不出去了 卖了一个月 有几个人问 有给到过1400 1500 但是他只是问问 并没有成交 现在快过年了 反正也不差这几百块钱 前两天我在鲜鱼 把PS4给卖了 很快就卖了 看来买游戏机回家过年的人 远比买笔记本回家过年的人要多 我看咸鱼里面有一个叫回收 其实不光是咸鱼有 其他平台也有 京东也有 苹果官方也有 苹果官方的那个回收 我也测试了一下 只能给到600到800和钱 给的太少了 京东那个给的也是三位数 但是咸鱼的这个他给的 因为我按照比较好的标准填写的 能给到2000 因为我这个笔记本 左上角有一个磕碰 外观有一点磕碰 其他功能都是好的 如果把外观磕碰这一项给勾上 它的预估回收价格是1500 如果写外观完好 回收价格是2000 那我当时的心理预期应该是在1500到2000 但是我后来想了一下 作为回收的他肯定会挑毛病 毕竟是个老本了 电池什么的也比较老了 我心里真实的承受价位是在1300左右 但是不能低于1000 于是乎我就选择了这个方案 因为这个方案我从来也没走过 准备走一下试试 体验体验 怎么做的呢 这个是咸鱼上的一个服务 第三方服务叫同城邦 他们会派顺丰到我家来取机器 我问他是否要什么电源线 还有盒之类的 他说都不要 只要一个裸机 甚至箱子什么的都不要 都是快递负责 顺丰取完件之后 我看了一下物流信息 是到的成都 到了成都之后是昨天下午 然后他给我发了一条短信 系统自动发的短信 说已经收到 他们会在24小时之内拍卖 也就一个小时 检测完成 出了结果 然后发给我看 他给了我一个最高和最低的价格 最低是1100多 最高是1200多 会在这个价格成交 问我是否同意 还是说给我返回来 其实这个价格 我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我要看一下 他们是怎么检查的 他有一个质检报告 这是一个 13年的13寸的MacBook Pro 双核的i5 2.4G的 8G的内存 240G的固态硬盘 Intel的集成显卡 最关键是有三个地方 我之前只想到了一个地方 因为外观有个磕碰 他说三个以内磕碰 是一个钱 三个以上的磕碰 又是另外一个钱 这一条是红的 然后下面这条呢 是屏幕显示 亮点漏光 斜纹色差 我的第一本我是知道的 是没有亮点 漏光可能有 应该是LCD的屏都有漏光 斜纹色差是没有的 还有一个可能 是我那个屏幕的上盖 由于磕碰 它有一点变形 可能那块也算在这里了 最后一个是小功能情况 接口声音电池硬盘异响 接口都是正常的 声音也没问题 硬盘不可能有声音 是固态硬盘 也就是电池鼓包 这项也算一个 我开始的预期是 一处磕碰扣500 也就是1500 但是它下面那个屏幕和电池 这两个扣了300 这个价格我也可以接受 毕竟是老的本了嘛 另外像这种老的电脑回收 我感觉有点像当年的那种典当行 虫吃树咬光板眉毛 挺好的面 人家给说成那个样子 它会往最后一处写 但是也不会特别过分 我觉得写的还可以 我可以接受 写的可以接受 价格也可以接受 后来我就把这事发到了头条上 微头条上 好多人说 1500我要 1500我要 要卖给我 我心说了 你们早干什么去了 后来我想想 其实也不应该卖给他们 如果这个本卖给了个人 会有很多风险 首先他会问这问那 不好成交 另外他还要走那叫什么 央货宝 那也很麻烦 我倒不是怕走央货宝 这么一个老机器 我认为是没问题的 但是对于一个买家来说 他心里是打鼓的 毕竟用了八年了 所以说这里面是存在一定的信任关系的 如果我这个本用了三五年 或者两三年就卖 应该会比这个好卖 但是毕竟用了八年了 可以想象得到 他已经老的吊渣了 但是还没吊渣 还可以用 如果我用的话 还是可以用的 还是挺好的 还有很多人说 要挂咸鱼之类的 我早就挂咸鱼了 我在11月中旬上旬的时候 我就挂咸鱼了 一直没卖出去 我感觉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这本太老了 买的人不多 需求这样的本的人 一般都是学生 想试一下体验一下 但是他买到手里之后 他肯定要换电池 可能还要换一些键盘 按键之类的 另外像这种老的电脑 放在手里面 也不是很舒服 如果特别便宜 还行 如果价格贵一点 他心里也不是很舒服 所以说这是很纠结的事情 具体是否出闲鱼 还是走回收 具体要看当时的市场情况 由供需关系来定 就像我之前卖的那个PS4 我也发了背头条 后来也有大量的评论 他们是这么说的 大概在半年前 他们的PS4 Pro 成交价格在1800 甚至有的是1600 甚至送了很多游戏 那我这个PS4的500G 还是国行 还是新版本 还不能破解 卖到了1300 而且是单机 不送游戏 我估计有很多人心里都不平衡 但是这也没办法 如果我要是半年前卖的话 我这台机器也就卖1000块钱 甚至都不到 因为当时就是那个价格 现在快过年了 我是上礼拜卖的 正好赶上回家过年的高峰期 我看了一下PS4 Slim的价格 都在涨价 甚至游戏盘都在涨价 所以说这个东西 是由供需关系来定的 即便如此 我这个苹果本 挂了一个月 还是没卖出去 看来是真没人要 真没人要怎么办 那我就走平台 走一个价格还可以的平台 各位如果有这方面需要 都可以试一下 首选还是先走鲜鱼 看看有没有人需要 如果有人要 价格差不多就出了 如果卖了一个月 还卖不掉 如果你想卖的话 那就走回收拾一下 以上就是我的经验分享 希望对你有帮助 欢迎关注订阅 我是尔差 我们下次见